這...怎麼了? 從今天開始...是單獨輔導呢 單獨輔導... 哎喲這39怎麼這麼誘惑人的? 嘿!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遊戲室! 怪我這一次! 我們又再一次的回來39屏的事業啦 好啦!那我們今天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直接進入主題先 好啦!各位!那我們現在要選我們之前沒有選過的選項 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情 因為我們之前的那些影片都選那些我們比較合理的選項 那我們這次呢 我們選一個比較不怎麼可以去接受的選項 那我們現在就選一個不可以好了 之前我們說的是可以 這次我們來看看選不可以會怎麼樣 會發生什麼? 不可以 哇!他直接生氣了嗎? 等一下! 咦?什麼意思? 咦? 咦? 開始實驗 為什麼瘋瘋瘋瘋的你連出來了? 咦?怎麼出來了? 咦?怎麼出來了? What? TANK TANK BEST MATCH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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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啊? 啊?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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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覺好像是噁鎬一樣 有關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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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鬼啊? 什麼兔子? 什麼什麼什麼鬼啊? 而且這個是什麼鬼啊? 都搞的嗎? 真的 蛤? 等一下 什麼事啊? 就這樣沒了嗎? 好了 那我們現在呢 因為我們剛才呢 是選一個非常奇怪的 然後呢 他就好像就一個ban ending吧 我們之前好像也是說拒絕是吧 那我們這次我們來接受他的這個錢吧 看又怎麼樣 那我接受了 那麼短暫的時間就算三九單獨課外輔導時間 我一本正緊接過桌子上的信封並且小心地收好 嗯 嗯 它好像很像 還好還可以接受耶 像是有什麼東西選這東西終於被放下了 唉 總算有了個真實的理由呢 蛤? 是啊 我也跟著鬆了一口氣 之前三九住在這裡 只能說是收留離開出門的朋友 而且現在三九住在我家裡 則是有了名正言順的 單獨課外的輔導這一理由 錢的多少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們終於回歸之前的關係 僱用者與被僱用者 與被僱用者 老師和學生的關係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這麼簡單 而又脆弱 隨時可以更換 但一旦建立起之後 又變得難以 十歲而無心的扭帶 那麼 風太郎老師 風太郎老師 穿著巫女服的三九微笑子 向我靠了過來 蛤? 這怎麼了? 從今天開始 是單獨輔導呢 單獨輔導 哎喲這三九怎麼這麼誘惑人的 三九突然 拉長了音調 和一瓜二奶五月他們 沒有關係呢 嗯 氣氛突然變得奇怪起來 所以 三九像是野貓一樣 把四隻都放在地上 只叫我一個人啊 好奇怪啊 隨著三九的 那我們之間的距離 開始快速縮小 我同時也察覺到 不斷接近的危險 蛤? 三九 三九像是被附身了一樣 已經聽不進去了 聽不進話了 只有我 哇剛才那個好像有點嚇人 講真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嚇到 剛才我其實好像有點嚇到 因為他那個聲音 那時候扑到我 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 不過我不知道了 有沒有被嚇到各位了 倒是我 我是嚇到了一下了 看著我 也不用這兩顆球放在我面前吧 看著我 這個氣氛有點不對啊 十二一二十八號 還有喔 我還有 不一樣的結局 現在家裡的家務有了三九的分擔 要做的事情變少了 這不是一樣嗎 我不知道之後劇情是一樣的 但不過我記得這些台詞啊 都還是事情一樣的 稍微看一下有沒有一樣的 如果是一樣的話 我直接把它跳過了 不一樣的我會留著讀的 好了 好像倒是真的是沒有什麼了 然後我們現在又回到了這個選項 那我之前忘記我選是什麼啊 喔對我想起來 我之前是問第二個選項 神社工作很辛苦吧 那時候 那我們現在就選第一個吧 第一個 你準備什麼時候回去 看一下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準備什麼時候回去呢 猶豫了一下 我還是問出個這個問題 不知道 封太郎希望我回去嗎 他這眼神有點 有點有點奇怪了 這裡肯定沒有你家這個公寓住的舒服啊 沒有空橋交通也不方便啊 不是 什麼意思 就快 回去了吧 就快回去了吧 然後咧 什麼情況 晚刷完了 晚刷完了 辛苦了 好像也沒什麼特別的 好像之後的劇情好像還是一樣的 好吧 那我稍微又看了一下 其實好像和後面劇情是一模一樣的 好冷啊 一模一樣一模一樣 好那我們再繼續 多久啊 其實 和風太郎相處的這段時間 也算是我最後的任性吧 最後的任性 謝謝 謝謝 風太郎 再見 不是我的聲音 不是我的聲音 三九就這樣 驚了下 一邊說一邊退了 然後轉身而去 欸這段他沒有kiss欸 遙遠的黑色轎車站在前面的男人的身影 要回去了 原來是指這個啊 你 你不願意吧 我衝著三九離去的背影喊著喊到 所以你才不願意看著我的臉 欸他這段有點不一樣了 即使知道現在說這依然沒有用 但我依然在說著 如果是外人不能相信的話 至少相信你其他的家人啊 而且 我們的合同可還沒有結束呢 我不同意這門婚事 你算哪個鐘啊 他爸說啊 我的腳動了起來 開始向三九鎖的地方望去 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三九這麼走掉了 明明還沒開始就這麼簡單結束了 我的衣服被人從後面揪住了 記憶中的女孩子擋住了我 誰啊 林奈 不要著急 昏太郎 林奈什麼時候 在這裡啊 林奈不是 哦對了 我不能說 林奈目前呢 在光發裡面已經知道是誰了 如果大家真的很好奇 林奈是誰的話 大家可以去看漫畫版啦 我在這裡我就不用太多 多劇透了 因為我不想讓你們知道林奈是誰 你們自己去看吧 故事才剛剛開始 為什麼要這樣說 欸 沒了 我們這個三九片的系列終於殺青了 剛才第一個選項其實真的是個惡搞的 那後面呢 其實如果你選了一些不該選的內容的話 其實故事劇情也是會偏向Ban and Dean 也是壞結局了 好了 那今天的這個三九片的系列 終於真的要告一段落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啊 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 以及系列的話 就記得訂閱點讚以及分享出去啦 那我是一隻 那我們在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掰掰